留下來的 放眼世界 把握環球機遇 接通各地港橋 堅尼地政經 馮智晶 又回來 隔個星期一集 星期二下午5時的經濟老漢世界 繼續有國際著名的經濟學評論員 羅家聰KC博寫在那裡 大家都有國際著名 別玩了 好了 香港還不可以 香港一定答 你做這麼多節目 有哪個香港人不認識你 真的 有很多人不認識 今時今日在香港 有很多人不認識我 那你就不會夠余偉文出名的 當然了 當然了 博社會不會越來越多人認識你 不覺得 是嗎 你在英國有沒有坐的士 英國沒有什麼的士 英國有 真的是少 英國的人都要走的 他們很輕行 走三幾個字是限時 真的 不像香港的殘廢人 三分鐘就坐的士 香港時間寶貴 我一定要幫香港的平反 香港人坐的士不是因為不能行 你叫他們走街一定可以的 因為他們時間寶貴 英國反過來 英國走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都有經歷過 大家以為出街就走去一個景點 不是走那條街 這是一個景點來的 這是一個生活來的 這是一個過程來的 比如三藩市 市中心你走路比乘車快 然後其他時間已經是乘地鐵 你坐回江湖最篤那裡坐巴士 出回坑口都一整個小時 OK 再坑口你再坐巴士回家兩個小時 如果我做一會兒節目 坐兩個小時的士單邊 四個小時的車 搞不定 搞不定 四個小時 一的士就四個小時就出來了 這樣就快很多 有些位子 比如做荃灣那邊 荃灣也是 那裡三個半夜 那其實也是工廠區 又靜又靜 那你沒什麼理由那些位子 會放的士 但是 有一個台就在灣仔 灣仔那個就衰駕 那個一下街截車 就駕駕駛都不肯過海 但你叫他下車 是 好 各位網友可能奇怪 為什麼你一開始講的士 阿博士 你走過橋 灣仔那個架 灣仔那個台 你走過天橋 那邊就有個過海的士站 對不對 喂 你搭的士的定義 就是想下街就可以上車 如果我這樣走過橋 不如坐地站 我走過橋 我可以拿8至10分鐘時間 走過橋 不如坐地站回去 我家是地站 當然 是的 為什麼各位網友可能奇怪 為什麼我們這樣開場白呢 其實我覺得這些才是經濟學 我們可以探討的題目 其實經濟學是可以和民生很有關係 撞對我們近來的這個消息 雖然大家未必很理會 大家近來可能還是沉醉於 可能大家這個節目這個台聽著 都可能是沉醉於人民幣升破 大聲 港股有升 或者是拜集會 但是香港有一件事發生了 就是 的士司機大佬想有個罷工的行為 反對一些譬如說政府 講一下香港 講一下香港 為什麼你不去取締一些白牌車 影響他們的收入 但是首先 先進入主題 我才覺得的士罷工這件事 是挺有趣的 因為通常罷工的意思就是 它罷工是會影響了你的生活 現在它反對就是因為人家不搭的士 那你人家不搭的士 你還要罷工 那人家就更加不搭你 人家不是不搭的士 是你巴之幣不坐人家 好奇 架架錦旗搞到玻璃去哪裡 是你不坐人家 你現在已經是變相罷工了 是吧 是吧 到處都是客人 人家不是不搭你 你不坐人家 我們必須要戴頭盔的 OK 因為的士佬是一個很親切的一個稱呼 沒有任何歧視成分 希望的士大哥們不要不開心 我們都是經濟佬 是吧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當然知道 有很好的的士司機 OK 有兩個前提 為什麼今天講這個題目 我很值得講呢 就是 當然的士現在就可能很不喜歡Uber 覺得搶他們的生意 但是事實上Uber是很成功的 你看一下它 它只是講的股票市值 只是Uber 還沒計其它 全世界還有很多 Grab啊 Lift啊 只是Uber 都成千億美金市值 我還沒計算送貨的部分 只有幾百億市值 為什麼它可以創造這個價值出來呢 我覺得這個就很好探 用經濟學探討就很值得了 我認為 怎樣怎樣 做agent 是啊 agent 香港以前做起整個國際救援中心 都是做agent 沒錯 所以就有這麼大的 這個很厲害 對 agent 或者另一個類似的說法就是middle man 或者中間人 中間人的經濟的價值體現什麼呢 就是創造價值和減低成本 全都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Uber的偉大 就是我認為是近年 就是近代 其中一個經濟學上最偉大的一個發言 我覺得 其實不知道有沒有一些論文去研究Uber 我相信有的 就是有 它是很厲害地 它是兩邊buyer和seller 的資訊成本都大幅降低的 這個我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 所以通常你是減一邊的 它兩邊都減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以前為什麼我們有時候這麼怕搭的士 就是 我又不知道他收多少錢 我又不知道他有沒有兜路 我又不知道司機是誰 是不是 現在你用Uber 不是說一定一定沒問題 而是 起碼你知道那程車多少錢 你起碼知道司機是誰 而反過來 司機又可以選擇載不載你 是不是 就是我接 我按了我就要接 我不想接我就不按這個按鈕 那兩邊的資訊成本大幅降低之下 這件事就變得很成功了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 跟你股票買賣掛個盤就是一樣的 是的 你買股票賣股票 你不是出去搭那個盤出去試價 你做到你就知道可以了 做不到就知道不行 做不到你就會改你的價 你還要放回那個價 你就當然做不到 很簡單 但是以前不是的 以前你忙忙的 你截的士來一格 你不知道他是誰 你不知道他是接不接的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黑口黑臉 這個情 所有agent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收集資訊 然後處理資訊 再去降低成本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以前就難做 因為沒有大數據 現在有大數據就容易做 就是以前你有什麼可能 你首先你沒有3G、4G、5G 你根本不可能到處上網 第二 你第一件事要到處上網 你在街上可以用手機上網 第二 你這麼多網絡的數據 每個人要叫車 地點不同 那些車是在動的 那你的車在動的 要全球衛星定位 定的車在哪個位 你掌握到人的地點 車的地點 然後大家再寫一些資訊 截車那個 我從哪裏到哪裏 那駕駛那個 因為我想選哪類型的路線 做哪類型的 那你要配對到這些資訊 它有那個大數據的分析功能 是的 是的 還有你剛才說 那個去中間化 其實你猜不到 我們經常說去中間化好像很容易 但是其實Uber是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去中間化的過程 它現在可不可以千多億市值 我記得它差不多 差不多是千億 你猜一下它Headquarter有多少人 Headquarter 你這樣說一定好笑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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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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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 因為其實我剛剛在Uber Headquarter那邊走過來 其實Headquarter在這條街對落 應該是我沒有記錯的 就是Market Street對落 你捉個CEO 你平時這麼喜歡在街上做節目 你今天又不是在門口做節目 不是 現在是凌晨 凌晨1點22分 你要明白 三藩市 Downtown 很多人打劫 你不是要我下去吧 那我下次節目時間遷就你 好 這樣就無謂了 是不是 被人劫色 就是糟糕 繼續 但是真的很離譜 我看了辦公室 其實是很小的 不是摩天大樓 三千五百人 但是統領了整個Headquarter 當然regional辦公室也有一點 還有你剛才說的那堆 出街截車那些事情 其實就是的士司機 將那個配對工作 就放在你面前 就是你自己截車 有的士來配對這樣 現在它就整件事用了APP 去操控所有東西 所以按道理 其實它都有配對的 其實Uber 一些高級的Uber司機 是可以選客的 例如說我現在回家 所以我就不會接哪一區 去哪一區的學客 這些其實Uber裡面選的 不過在後台做完 所以suppose 其實我們的的士司機 是不是選客 都真的選客 但是就不用在你面前選 你要選十架才能找到一架 它可能幾秒鐘就幫你 適合到那一架 其實只差一點 選得來大家舒服 坐那個舒服 駕駛那個舒服 大家選到開箱是不是OK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對 對 就是好像你買樓買樓 就是為什麼經紀可以賺這麼多錢 就是為什麼中介賺這麼多錢 就是先說 博士好像點題就講過Agent的問題 就是買樓那裡賺很多錢 對 是啊 因為就要match information cost 但是以前坐的士 就是沒有大家是B to C B to C 你沒有做Agent的話 那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是吧 結果令到大家又越來越少人坐的士 可能不坐的士 然後司機又覺得 又要等於更加久才有客 然後心情又不好 是吧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所以Uber是扮演了一個 解決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ds的問題 什麼來的 從貨幣的角度 貨幣的功能是一樣 是 因為你 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ds 沒聽過 你貨幣就是處理這件事 你賣那個人 我未必想買物理的東西 買那個人 你又未必有你那個東西給我買 嗯 那你現在坐的士就駕駛一樣 嗯 你折那個 你又想去哪裏去哪裏 駕駛那個 我未必想去那裏去那裏 是 那你現在找不到 它就有 有一個中介去處理了這件事 嗯 其實多少是這樣的角色 是 是 還有省卻一些煩惱就是 既然大家都 所謂的理情我願的話 那又省了很多爭拗成本 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兜路啊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你又不在 要走什麼隧道啊 是的 就是一清二楚這樣 還有我覺得 又幫到一件事 現在的駕駛人 我先說一下 香港來計 就很少兜路 因為呢 你可以叫他印一張單出來 你現在印一張單出來 你走多遠的路 收了多少錢 馬上穿布 嗯嗯嗯嗯 是的 就是有一輪呢 有些的士人都很聰明 他印一張單呢 他撕兩次 第一次撕了自己的車牌 扔他 第二次撕一張單給他 沒有車牌 嗯 現在都少了 OK 因為我試過這樣叫做印單 我直接當面穿他的布 你就撕了車牌 印那張 嗯 就是你很難 很難去靠這件事 去出述 現在兜路 但是他現在就 已經是源頭倒截 就選一下 嗯 現在最新的做法 就是搞低那個玻璃 嗯 以前就直接講假 問你去哪裡 現在搞低玻璃 不出聲 讓你自己說 嗯 你很聰明的 你見到他很聰明 因為搞低玻璃 他問他就選一下 你可以撕他 嗯 嗯 他搞了一個玻璃 他蓋著旗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節目 第二個節目講過 你蓋著旗 那一輛不是的士 是私家車 嗯 我不在客 我不在客 跟普通私家車沒有分別的 那私家車我搞了一個玻璃 就是跟你聊天 他又不是選你客 你去出聲 那你去哪裡 有一次電視片就拍了出來 你問 你告訴他去哪裡 他等你開了架 因為他開了架 他犯法 他說我不說可以的 你去說 他已經知道怎樣去走 走那個法律 嗯 他知道怎麼走那個法律 他一句不是犯法 你也咬他不入 嗯 問題就是 就是的士人為什麼要做到這一步呢 你就是要體諒他 就是開的士 就是 我以前也坐很多的士 我坐的士的年代 的士人是萬多元一個月而已 就是我 我在說十年 八年至五七年前 坐得比較多 那時候是萬鬆些 至萬五元一個月而已 就是你開日間 夜間好少少 開港島又好些些 我當你現在通脹計 可能都是兩筆 那如果你兩筆 那如果你兩筆 那第一 就真的沒有什麼身血加入了 嗯 是啊 駕駛的士 你現在吃Q了三萬元 是 最新的報紙 吃Q了三萬元 我坐在那裡 我不用做我的三筆 那邊又駕駛的士 就是我要 我要拿一條命去教票 那分鐘沒有命的 駕駛的 你拿一條命去教票 你還要人工 還要低一折 那你一個的士 是一個小巴 是為什麼 為什麼駕駛的 都是五六七十歲 整天在街上駕駛死了 不是死了 撞死人 就是沒有辦法 你實在那個人工 太便宜 吸引不了身血入行 嗯 那個太便宜 其實也都有一個 系統性的原因 就是 你的政府就是 設定價 嗯 你根本就不應該設定價 你應該自由浮動 好了 你回頭說自由浮動不行 公共交通自由浮動 那現在Uber實際上就是這樣 事實上很多的士佬 其實也兼做了Uber司機 是 沒錯 現在有Uber的士 你就算不是駕Uber 它是駕駛的士的 它現在都有很多的士APP 有那幾個call的士APP 我都有 我都放了 平時你可以落85折 如果繁忙的時候 你可以打賞 你可以加價 那實際上都不是定價 嗯嗯嗯 對 你可以加10元 加20元 加30元 一直加這樣去call check 那你和你街折 你和它講價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的 那你在APP上講價 就是合法的 當面講價就是犯法的 那其實你是不是想清楚 那些法律是有些流動呢 嗯 因為這條法律已經過時了 你以前沒有APP這件事 你在這條法律那時候 沒有想過有這件事 現在有這件事 事先已經講了一件事 無論Uber好 就算你香港的地方的的士APP都好 都是講價 那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的定價 那條條不太行 你硬硬要定價 你硬硬要的士公司 兩筆東西 一個月月薪 一個月薪 一個月薪 就是沒有幾天假放 一個人開十幾個小時 誰做呢 嗯 明白嗎 而且那個浮動太誇張了 比如說你有些 大家可能要有些很聰明的的士大哥 第一 他七部手機 然後接到好像 然後有些聊天 現在不用了 我和你說以前十二部機 我都見過 他以前那些2G那些 就是那些Noki的機 他三架機綁在一架 一批、兩批、三批、四批 他這個是造裝的 他派那些叫做派期的 是 他附加派的 所以他一直管理著十幾天的機 嗯 我曾經說過 你不能以為這些駕叉 這些人才駕得穩固 嗯 他完全是駕車走得定 他完全是不會有亂來的情況 駕得很好 嗯 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現在一個APP可以處理很多東西 甚至就是一個電話都夠 但它underline都是幾個APP 它有些APP是APP上APP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在其中一個APP下一個order 它會派給其他APP 事實上有別的APP打給你 那變成我有時試過 下一個order 就有幾個電話打來的 嗯 所以實際上都是很多 underline的工作 的士佬不需要做這件事 也都是很多選客的過程 或者那個步驟 已經是給了APP 給了後台去做 嗯 既然這個選客 已經是事實上 發生了 改吧 好心 博士我想問 現在你這樣搞 或者剛才那些APP 你會出現了我們科技業 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 香港有的士 call的士APP 接著有十幾個call的士APP 但是APP這家 是winner takes all 其實你見到 我們現在的的士APP 都不好用的 就是你 定價是自由定價的 但是問題就是Uber 是幫你配對 它用一個allography 幫你配了價 我知道 你現在就是馬琪的OTC 你想有一個方面監管 很簡單 你就做一個中央平台 嗯 的交鎖 但是你做一個的交鎖 都沒有用的 因為現在我們看著Uber的APP 大家在Sensor 平台掛牌而已 是 但是你會發覺 你有支援的系統 立即實時報價 哈哈哈哈 有什麼問題 你做到也好 會有個大問題 其實現在 當然的士 會有自己的士APP 但是的士APP 可能用十幾萬 二十幾萬 做了APP之後 它發覺問題 就是在於 它無論維護 update 付款 配對 所有的宣傳 全部都是用過千億富豪的UberAPP 所以其實現在的士是 by nature是輸硬的 因為它連APP出來 都會輸給Uber 我知道 我知道 正如你在香港沒有交易所 那些人就去樓交所那裏炒股票 是呀 但是香港的Uber 可不可以 香港的的士不可以上Uber 上到 上到 香港怎樣令到Uber 半合法化呢 就是Uber開了Uber Taxi 它給的士人 所以現在 反過來就是電視台電台 是有Uber Taxi廣告的 嗯 所以其實現在是Uber 是殺光的 簡單來說就是 Uber Taxi都出賣的時候 是殺光的 那你抓Uber的時候 不是 你香港那些 那些土炮APP 它土炮做起 它沒有Uber 那樣的 就是運算的能力 嗯 它現在 你有一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有一輪 就早 約乾 那段時間約乾年 那個APP是不夠力的 經常輕的 就是 它那個運算是不行的 嗯 那你其實 你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去到一個平台 就是我們講的網絡經濟 你是真的需要 有一個夠資源的 要是政府 不是政府 都是一些大商家大頭去做 那你香港政府不做的 就別人做你那份 就是市場是有這樣的需求的 你提供不到供應 就自然那個供應去了別人那裡 錢被人賺了 嗯 剛才說過 這件事當然 對乘客來說 我想毫無疑問地 一定是有好處的 就是用Uber 但我對於業界來說 其實都是多個選擇的 剛才說 博士就說 有好處 是的 有一個導賓博士就 你先駕駛一條街 你這條街在那裡遊街 說真的 你又不知道哪個上車 是的 是的 對的士路來說是風險來的 不是 你說好地地 你是好人 你好老怕爛老 你上了一刻 你就說他劏你 嗯 那的士路是好老的時候 你上一條褶子上去打回他劫 是吧 說真的 沒有保證的 是啊 如果你是有一個平台 去處理這些問題 即風險會低很多 至少你這樣叫 你對加那個電話 嗯 路線 很多東西你都知道了 是 即是對大家都好 嗯 博士的考慮有個位置 是未必一樣的 雖然我們如果用一個乘客計 就一定好了 的士的司機去看 你裝了Uber 都好像收入比較高 但我們前提 是我們看到一個同年紀 同一個技術的Uber司機 和的士司機 但是實際上 為什麼現在的人出來示威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罷工 或者他不上班 什麼不滿 他那個不滿 那班人 的士司機 本身是年紀偏大 其實他如果要買保險 要在另外一間保險行 以前是泰家 我現在不知道哪間 就是一間保險公司去買 這班人 其實正正就是 在科技業裏面 有機會被淘汰的那班 他未必轉到過去Uber 如果我是一個現時的 紅的的士司機 七十多歲 他去申請做Uber司機 我覺得七十多歲 應該要被淘汰 實在太多意外了 不好意思 我覺得很危險 每個都知道很危險 後面都是炸彈 說真的 你七八十八九十七 是這樣還開的 所以其實Uber自己都說 我都會淘汰 因為他買的士的保險費 是買全球的的士保險費的 你拿了香港一班七十多歲司機回來 他會保險成本大增 但是你的二三十歲 你又不會在的士業過來 你看到香港Uber司機 二三十歲都有 我們是有很多人 加入的士行業 不過變成了Uber 所以其實現在出來遊行那批 是被Uber打輸了那批 不能夠說他們是不競爭的 是在競爭中的 輸給機器 他如果是被淘汰 被時代淘汰的那批人 他一定會出來示威的 但是你示威都沒有用 你不可以阻礙時代的巨輪 他是要這樣去 就算不是這件事淘汰 你別的東西都會淘汰 你整個潮流都會淘汰 你沒有辦法的 所以很涼地 這個是中午的結論 其實政府要增加資源 幫這些司機去懂得用這些科技 你又不要緊 如果7、8、10他駕不到的士 他拿生果金的 或者拿縱緩 就那裡給他多一點 那沒辦法 而且現在不是不讓他駕駛 其實你可以用傳統方法駕駛的 只不過就是你不可以 你未必懂得用那些APP 用Uber的意思 其實都不是的 逢是的士佬 都一定會用這個APP 我看到 不是的 他不用的 很少不用的 不用的 他是有的士 他是有電話的 他懂得用APP的 但是你叫他跟著Google Map去行 他就說不懂的 我怕不懂 當然 路線他進去腦 他沒有 你又要跟著Google Map去行 沒錯 你說在APP裡拿一下 他沒有 你又不懂這件事 我覺得 路線進去腦 他說不跟Google Map去行 都好 但是你跟他說哪條街 打哪條街 他又不懂的 你跟他說我給了地址 我說了街名加號碼 他就說我不懂 你可以跟我說哪道 這個應該是淘汰的 但是你的乘客就很尷尬 有時候譬如叫做 那邊有路 那邊有路 看不到 那邊有路 那邊有路 那整個十分鐘 你都坐在那裡很尷尬 其實香港的的士佬年紀是偏大的 真的比較少 這些情況 外國坐的士 可能外國地大 地方多 你說的地方 你稍微遠一點 你真的不知道還沒去過 那真的要靠那個電話 去衛星定位 但是香港就一般 都不是太需要 說真的 你在香港那麼多年 你不要說的士路 有時候你隨便說 那條街名 我都告訴你 在哪裏要怎麼去 你香港很多人都開車 其實都認識的 這些很基本的技能 戲劇治療師陳寧謙用故事 療癒每個人的內在小孩 撫慰因為肉兒而身心俱疲的 爸爸媽媽媽 洗滴古老創傷 手為孩子靈魂 別告訴孩子 月亮會來割耳朵 希望學感動出版 如果可以穿越時空 你有沒有想過 回到上世紀的大時代 在巨變之下 你會選擇安心立命 還是孤主一宅 挑戰97 一套經典的亂世遊戲 讓你在遊戲規則裏作出選擇 同時反思在動盪不安 和繁榮安定之間 會不會還有其他結局 挑戰97 今年第四季限量復刻 小學又在香港長大 講粵語講廣東話 去了第二個地方之後 開始不講 為甚麼呢 即是我們給了一個方法 給了一個工具 給了一個系統 先建立出來 想學的人有選擇 有方向 在他學了廣東話之後 其實我們需要有文化的教材去擺進去 我們其實不是單純想回到19年之前 而是我們經歷了香港的流散 香港的發展之後 我們其實有全新的教材 盡量全面的香港 給小朋友 讓他們做判斷 讓他們去思考 Uber我覺得 除了剛才講的情況 即是有解決到多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叫做老鼠屎 即是你很多的士司機都好 的話 有一兩個司機 你有悲傷的經驗 有評分制 是 怎樣執行這件事 還有是投訴可以很快解決 Uber你投訴少少兜路 他給你一個差隔 他也不想跟你爭 有多少人 你不會怎樣投訴的士自己 還有有評分 這位是好的 其實有些Local App也有的 你看到的士路 不如一直是評分高 你便選他 是吧 現在美探便宜的 當然買債券債 是吧 你說買國債 國債值得買便宜 你自己承受的風險 你說美國國債 是吧 當然 哪個國家也是 但是其實Uber的評分 其實是移動它的Local App 即是你自己不覺得 它是派少一些客人 給一個評分差的的士司機 其實它自動到這樣 你在香港找幾十萬整個APP 是整個都做不到 我懷疑現在他們打算做一些工會 出來做一個APP 你都沒有理由 跟一家千億身家去鬥的 這件事是輸硬的 但是如果科技現在發展到這樣 你說當初 即是Uber也有一段時間 你說當初 即是Uber剛剛誕生的時候 你現在未必可以跟它鬥 可能它有很多分定 那你現在都 其實你不用跟它鬥的 就是了 你現在是香港政府死蠢而已 你可以聰明一點 你拉攏Uber來香港上市 接著叫它不如 香港的交易幫忙搞賣 一家便宜兩家著 別人肯來上市 就是做一個平台 別人都現有既有的東西 不過你又不是的 總是美國的東西 壞東西 不能讓它來 那沒辦法 每樣東西都政治掛稅 那不一定只有美國的 這些APP一定是美國的 中國自己都有的 不可以加新客 現在不可以加新客 滴滴凍結了新客 已經 是嗎 因為螞蟻 是啊 那你這樣有分別 剛才說回 現在要求 我們又想一下 幫那些的士司機 除了你可以加入Uber taxi 或者你多用一些APP之外 那有些什麽的 就是經濟學 就是說你改一個遊戲規則 就會改了贏家輸家 現在的士司機很不開心 就變成輸家 有什麽有幫助到 剛才博士就說 還有一件事 我可以說 好 其實香港的的士 我覺得都是太 就是 不是說 不是太多 但是是 其他那些大型的公共交通 這個配套不是很足夠的 你現在整個網絡 就是香港來講 地小人多 那麽密集 其實是不太需要的士的 我可以說 就是你在很多其他外國的城市 你那麽密集的地方 第一天走就走了 不是走的話 你一些公共交通 其實你都去得到 是真的不需要的士 你弄那麽多的士在這裏 是左階的 就是一架的士 那個佔據道路的面積 不是差一架巴士很遠 差不多半架巴士 兩架的士 幾架巴士那麼長 那麽一個巴士 大概載成百人 那麽兩個的士 加上載成百人 其實是不合邏輯的 這個角度說 就是你太多的士 就算你說 給它走專線 給它一個站也好 你這個佔用的資源 其實對比巴士 地鐵來講 是不合比例的 那麽你現在你看到新聞 就是報出來投訴那些 就是去完普魯蘭 跟著沒有車乘那些 喂 那你地鐵可以晚一點 下下1點鐘收車 12點多 尾班 那你又叫人夜經濟 那你不就趕快1、2點 那你2點鐘就沒有車搭 沒有車搭 那當然要坐計程 那麽游水過海嗎 哈哈哈哈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過海那一刻 就是如果你想想 你想想老懶那裏 如果有一輛車 幫你繞西隧過海的話 其實已經差好 這件事的問題解決了很多 嗯 其實很多人過不了海 你過不了 你晚上怎麽過海 你沒有地鐵真的站在那裡 我那時候就用很多過海van 就是會在隧道口那些 不過好像取締了很多 好像是老懶那樣 嗯 其實你想想老懶 其實主要是這班人 你有多少人真的三個半夜 嗯 你走去其他香港18區 很少三個半夜 1、2點鐘周家營都很少 是的 在那些地方 你那個位置 一下去地鐵就有多遠 我以前經常走那裏 嗯 嗯 是的 中環路 問題是你地鐵收了車 你一收了車的時候 你去哪裏都不用去 嗯 你是這裏的配套要做得更好 如果你地鐵肯走晚一點 或者班次不要梳得太離譜 比如你開到2點 2點、3點這樣 其實這件事是差很遠的 這樣會令到的士佬更加難做 這個方法解決到交通問題 但是 其實的士佬太好做了 你看他蓋旗 蓋了幾百匹 但是這個是真的 旗海 真的好的 就是你說24小時 紐約不是走24小時的subway 其實紐約不是跟你說 沒有什麼夜晚的問題 那你多開幾 你不用開到凌晨 但是你多開一兩個小時 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 你反正現在地鐵這麼多問題 這些工程又危險 有時候撞車出軌 九萬幾個月就夾他 但是這裡又夾他 夾他晚上 你晚上開晚一點 其實成本不是多很多 我沒有叫這班車 沒有叫兩分鐘那班車 還有你不用開這麼多的站 你開過海也算 是嗎 我們這裡 你主要用那幾條路 我發覺香港很多人 坐的士未必坐得很遠 你想想 如果你坐得很遠 你真的坐地鐵 反而更好 你坐西鐵 譬如你由佔東 你坐得很遠 你坐得很遠 他走得很遠 你坐的士未必有這麼快 你中間有燈 很多人坐地鐵 坐的士的方法就是 找地鐵去的士站 然後再轉的士 你不是每個人都住在地鐵旁邊 但是你去了大站 然後再轉的士 這樣就好很多 很多人是用這個模式 所以你起碼 如果你從地鐵來說 你一些晚一點的時間 一些骨幹的那些位置 你去到主要的的士轉車站 你要有車 譬如去到九龍塘 去到哪裡 沙田 你起碼去到這些位置 你去到這些位置 人家再轉 就調氣鋸 這裏去到第二個話題 但是又很值得說 就是我們剛才又說 Uber的經濟價值 去到說 就是這個是公共交通的政策 其實政府是不是 就是怎樣去界定一個 optimum的需求 或者是供應 不是需求 就是供應 越是massive 那些mass rents 就是越大的 一卡車 一卡地鐵 八卡 九卡 可以載得最多人 這些最應該要用 所以最初香港那個優勢 一定是先讓地鐵走 鐵路走 鐵路到的東西 其他都先走在一旁 嗯 接著才是巴士 接著是小巴 一直這樣下 他現在就不是 但阿芬剛才說 public transport 在香港public transport policy 是不包的士的 我們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政策 是說著 以鐵路為骨幹 接著是巴士配合 小巴有時候都不包 那整個數字就算錯了 你這樣搞的話 就好像 的士 咦? 它當是private market 就算是的士 現在那個setting有問題 你現在很多私家車 這麼上一大駕 是可以坐八個人的 嗯 你想想是不是 三排椅子 你如果一架的士 你經常叫人生孩子 一生的時候 你五個人已經上不了的士 你現在大半個的士 只有四座 沒有五座 你想想是不是 三三個 五個已經上不了車了 那你坐的士 有的確是很低的 那些 一家五口又要兩架車 兩架車 我認為不值得坐 除非說一家八樓 一生就多 有六個 三個六個 是不是 那些減五座的士 很慘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試過 不知大家有沒有試過 五個人坐的士 他寫著五個人 你無論是二三個 或者是一四個 你都是直接玩雜技 他肯定推你 四個坐在後面 但是我每次都跟的士老 都說 我後面沒有四個安全帶 這樣犯法 你拿起你中間的垃圾 中間 的士老旁邊有個 他當然不用你逼著他 最多你前面兩個瘦一點的 後面三個肥一點的 就是這樣 嗯 你以為政府可以做好一點的 即是你說真正坐得舒服一點的 即是人都坐得腳一點 即是多一點 你變一變 有很多現在你身形的的士 整架車大大舊 後面沒有東西放 再空氣 浪費了 所以有Uber XL 它是用一些 你剩餘的七人車 沒有東西做你 做Uber 所以其實Uber 反而是解決了博士 剛才說的問題 你說一架車是佔據了道面好 路面上很多位置 但我記得當時聽的Uber 他就告訴你 你如果去看塞車的位置上面 其實你發覺大部分的位置 是佔用給了空位 因為一架私家車後面 有四個空位 那四個空位就佔據了車廂 Uber 就是嘗試利用這個車廂模式 簡單來說就是你多車一個人 你去選Uber的時候 香港沒有 香港就很記得 因為保險問題不出 但是譬如說 你三藩有這個Uber Pool 即是你已經打算搭Uber 你多按一個按鈕 可以省多幾元 那就載到旁邊那個人 這些其實是一個好方法 你現在這個的士app 你做到幾高級都沒用了 香港我懷疑你幾十萬 做不到這樣的app出來的 香港有沒有共享的士呢 按照所限不行 任何的公共交通 都做不到共享的名聲 即是我覺得 這個能對香港的交通 有一個好 因為香港其實有很多 譬如塞車是一個大項目 當然有網友都說 塞車就是經濟好 以前是的 只是這樣說 你試試塞一塞 你真的想人都瘋了 但是這件事情 塞車是運輸署的問題 亂發牌 黃發牌 你現在沒有那麼多的路 你不要發那麼多的車牌 你有多少車 看你有多長的路 total的長度 你多了多少路 香港 就是你要計算 其實你應該現在是有科技有技術 AI Big Data 你去計算個optimal 究竟有多少巴士 不要說的士 其實我覺得巴士很多 很多巴士都沒有資源錯配的 你應這個政府就要去安排好 路很難再起 有時有時是只有這麼多路 但是你公共交通的安排 這個政府是歸你管的 因為這些公共的 私家車發得最多 巴士是可以收拾的 巴士的路線都亂了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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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的路線都可以政府做 不過的士 這就牽涉到那個法牌系統那裡 就是你二法難收 這家公司 要等它自然淘汰 這個就難搞 而且剛才你說巴士 其實如果你新的做法 是可以納入很多 就是駕駛Uber那些 如果你真的聽我們的節目 follow的 你現在實際上可以選客 可以選價 可以設價 可以選客 那你根本也不需要 現有那個法牌制度 你法牌制度其實是 不是限制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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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說 它有沒有一個保險的coverage 就是你真的 真的作為一個 服務公共的一個 一件事 那你首先 你駕駛車那件事 要有一個質素的保證 嗯 那你那個法牌可能是 就是主力 是落在考的士路那裡 就不是考的車那裡 就是那車多大 再四個人 起錶多少 這個其實不是很重要的 它已經慢慢變得不重要的 實際上沒有人跟著的 實際上你都不是27元 就是個個都講價的 是不是 不是講高 就是講低一點 那你變成 你整個牌子就拿來被人炒 讓那些車主去炒牌 是 那你變成中間有很多 有很多Rent seeking的問題 那些錢就落了那些車主那裡 就不是落了那些駕駛的士那裡 嗯 整件事就沒有效率 就沒有效率 就是因為有一些 不必要的利用 落了那些不必要的人那裡 嗯 其實的士牌其他國家 是不是炒到這樣 我都不知道 這個 沒有的 美國的士牌 它有的士牌 當然它一定有Uber 但是它的牌沒有價值的 因為是一個 license 好像食物那些牌子 你過幾年就沒有用 香港不知道為什麼是中心牌 有很多地方 很多坐的士的 有的士牌有什麼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香港真的厲害 你在美國每個人都自己開車 為什麼要坐的士呢 你想想想 嗯 懂得開車那些 哈哈哈哈 比如我 是不是 我們又去了 第三個經濟學 topic 就是關於的士牌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價值 高峰的時候 是嗎 就是它不發 嗯 你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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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夾那個價值 你限量供應 就像比特幣一樣 是 很多年 已經發牌了 那這個就是 以前的死局 你發得多些 OK 多些司機 多些的士 多些人生意又差了 那又不OK了 你發少些 的士牌很貴 OK 那又要 即使又要付出很多才可以 可以開到 結果又覺得好像賺少了 就是這個的士牌的制度 其實是有結構性的問題 應該沒有賺少度的 不是 你應該以人為basis 就不是以車為basis 就是qualify 駕駛的士是那個的士路 所以那個的士路有牌很重要 就是等於地產代理一樣 你是最重要地產代理 那個人的quality 不是地產代理那個店鋪 你管那個店鋪有什麼用 你管那個地產代理有多少店鋪 那需要你管 好生意就開了一些 不好生意就收拾 減少一些 即是的士一樣 你可以expand 可以contract 即是看你生意很壞 那他如果沒有好生意 那些人又入行 不好生意 就走出來做其他事情 你應該留這個彈性給他 反正現在的的士路 根本都是自僱人士 個個都是自己做老闆 他當做了一盤生意 那你沒有生意 他就做其他事情 好像你賣酒都可以 嗯嗯嗯嗯 是 但喝酒都可以打車 但剛才阿芬說 的士的牌子 其實實際的需求應該不同了 即是你說我們現在的牌照 好像一發就會令人窮了 或者收入少了 但如果你去今天計算 的士運行的數目 加上Uber運行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total demand 就是一個類似私家車這樣的東西 你發覺我們兩個加起來 這個total supply 不是這個total supply 不是這個total supply 是total supply 但是這個total supply 有些的需求不成功 是坐了巴士的 嗯嗯 但是你想想 這麼多supply的情況下 我們的Uber司機 都是挺decent的生活的 所以其實你發覺 我們是有足夠supply的 我們可以容納到這麼大的supply 我們要發牌 是可以發很多牌的 是當年不發牌的 因為當年有些人說 是政治原因 就是因為有些牌 是給了某一個人控制 但是對我來說 我經常覺得 是有一點點不對的 因為我知道 其實牌是拆得很散的了 現在有些小朋友 在我認識的 有些三四十歲的人 當年被人水了買很多牌的 所以我 是的 他在脫貨 你不需要一架車 游了紅色 或者游了綠色 才叫的士的 你發一張牌 你以人為basis 那個是的士人 有一個牌 有一個執照 他在駕車的位置 當眼為止 擺這些東西出來 那一架就是的士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 是的 兩個補充 第一就是 從來都是說 Uber這個概念是厲害的 因為它 因為 就是那個 demand和supply 都是浮動的 你說 多天 放工時間 那麼地盤就很強了 那麼 放工不放工 那麼地盤就很小了 但是的士是繼續在街上存在的 那 你想回為什麼 Uber那個生意模式成功 就是你想回 為什麼那些人要坐的士 我坐的士 我就買彈性 是的 是 我要快 我要point to point 我就是要買這件事 嗯 那你現在 Uber這個設計 這件事 就是去提供這種彈性 去便利這種彈性 嗯 你的政府為什麼這麼失敗 就是它是製造好 有很多舊的規則 阻止那種彈性 嗯 還有大家忘記了 Uber今年的收入 百分之四十是來自 Uber UberFood還是UberEats 是的 其實Uber不是主要收入來的 它應該是善用到載員 然後發現還有位置剩下 不如載貨 其實Uber這個 這個不只是限制的士載人 這件事可以 你現在外面那些送貨車 有 那些什麼機器那些 是一樣的 同一個道理 但是你運貨 你不會有這樣的炒 炒過貨運牌 我不知道 應該不會 但是現在貨車車都是在乘客 又不是給的士司機 但是說真的 你試一下去機場 你不會叫Uber 你發覺你找小型客 其實是值得很多的 是的 我的意思是 其實你搬 人酒和貨酒 的需求都很大 比如說你在香港這麼密集 你用Apps方面 比如你搬貨 那你趕快移動 Google Van 這麼成功 就像博士叔說 我買了彈性 我突然間拿兩箱東西 突然被人炒了 拿兩箱東西 又或者找新工 再來找新工 或者突然間執行你 我很方便 我馬上按Apps 又是Point to Point 誰人找新工 但是你也要上班 對 自備 對 譬如你貨車車 搬運公司 你不會好像炒過這樣的牌 所以見到 其實的士牌是一個歷史等等的東西 現在你搬貨不需要排 譬如你搬一些大型的東西 譬如你貨車車也好 或者是中型的貨車也好 那你怎麼又排 我沒有車 我沒有排 好像要排 如果你貨車車 你要買保險的話 但如果你沒有買保險的話 就等於沒有保險的貨車車 但其實很多客人都不介意 除非你在載很貴重的東西 一般來說你載行李 載辦公司的用品 你怎麼會來的 有沒有保險 其實你政府主要做兩項事情 第一就是將Uber這類的一個平台 平台去叫做系統化它 centralize 它 然後將這件事 extend 到不同的客運 貨運 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 提供一個保險的 coverage 如果市場提供不了的話 其實你主要提供這兩項事情 已經解決了很多事情了 我在想的士牌 現在最後一個問題要解決 就是本身投資到的士牌 即是那些既得利益借的 有它跌到零行不行嗎 不行 你就轉牌 轉一種新的制度 然後將牌 慢慢淘汰 或者某個年月日 然後是之前要收回來的 這樣 但現在反過來 我跟你說 那個牌是我的personal assets 來的 我的private property 舊牌換新牌 不是沒有牌 一樣有發牌 不過不是按車的發牌 但我的牌 價值就是很便宜 簡單來說 我的牌很差勁 現在都值可能30萬 你跟我說 有一個零元的牌 沒有時效性 我是會打官司的 如果我是那些持牌人的話 那是否應該由它跌到 剩下兩萬元就算了 你發的牌 是告訴你 你可以駕駛的士 現在 如果你真的換了一個新的制度 根據新的制度 你一樣是一個的士牌 我剛剛看到 我發的士牌 不是害怕你發達的 不是害怕你 從30萬炒到三球 沒有這樣說過 沒有這個條件 這個我猜是真的 我剛剛上網搜尋了一個的士交易所 是 這個是交易所 剛剛最新成交 11月16日 有一個全新豐田運能的士 成交價 我知道有那個交易所 好像那些鄉親會 那些東西 因為你說有幾十萬 393萬 300萬嗎? 我以為只有30萬 393 400萬一個牌 是不是連上車的 你30萬 我跟你說的 最貴的士牌 七、八球 去到 300萬的 那一陣子 400萬 買樓好過 最高的時候 有它跌到30元的時候 最多政府回購 其實你問的 我覺得沒有人知道 但我猜政府現在的策略 都是等它的牌跌到不值價 這樣一次過回收了算 但是你很多問題現在浮出來 沒有時間讓你這樣等 不要緊的 我懷疑其實它的問題 你沒有人拿 你沒有人拿到牌不值錢 這樣就可以收購的了 不是沒有人拿是有人拿 不過全部70幾 80幾 90幾 這樣吧 用回 我這樣了 博士就 我覺得用回 我們混合了幾條 首先引入Uber上市 然後 政府一定要是股東 然後大股東 然後你可以用你的的士牌 去換股票 自由選擇 然後你就知道的士牌 只會越來越貶值 那就來想你了 我覺得這個可以 是啊 可以嗎 博士 你處理了這件事 就是有一個Uber這麼想的制度 你將那個叫做定價和選客 是合法化了它 因為事實上已經在發生著 嗯 事實上發生著 你又阻止不了 你哪裏拉了這麼多 價格的士都選客 選客也一定會有背後的原因 背後的原因就是 供求出現了問題 是 你既然這件事是這樣 你不如理信了它 等於紅燈區合法化一樣 那你合法化了它 何況這件事又不是紅燈區那個級數的東西 是吧 你在一個自由市場上 你聲稱自己是 國際最自由的體系 你自己聲稱 那你起碼這些東西 上車可以選擇 因為你如果 好像Jicky說的 你的士不是屬於公共交通的 即是你不是屬於一個 上車巴士 有一個定價 票價這樣的機制 那你由它自己而減的問題 你有這樣的交易去處理了這件事 那what remains 保險 真的保險 這個要搞的 因為你始終要再貨 再貨 再貨 你沒有保險沒有問題 你再人 你不知道的士佬行不行 的士佬 當然你現在要發牌 現在的士佬本身有牌的 運輸處要考的士牌才開的士 但是Uber那些 如果你遲些變成的士路 你其實都要考一個 差不多的士牌 它才有條件 又有資格去駕Uber 我覺得這個是要的 即是你不可能 你上去駕Uber 又不懂路 又不懂的 我剛剛新手車 都不知道是不是駕駛 你走去再客 這個又是問題 台灣Uber 你不約保險 其實處理了幾件事 再剩下的就是 你如何理順其他 公共交通的配套 就好了 譬如地鐵開晚一點 巴士開晚一點 其實很快的事情可以解決到 嗯 聽起來更好 如果政府做這些事 香港一定會成為一個更加 繁榮安定穩定方便的城市 我們很少任建設性 建議都可以 我們的問題 我們這個節目 越來越有建設性 即是有質素 OK 好了 希望政府能夠 聽聽我們的主委博士的建議 OK 那就令到香港更加 令到夜賓分會的配套更加好 是吧 學者 你會不會將這個建議 你畢竟都是智庫來的 你會不會將這些以上的建議 交給我們的政府呢 當然不會 我會寧願自己裝完Uber App就算了 對不對 OK OK 自己賣了Uber股票 炒了一份 賣了Uber股票就算了 做這些事情 保保你的盤 記得 好 辛苦了 好 辛苦了 辛苦了各位的士大哥 OK 希望大家一團磨氣 我們都相信對話才能夠解決問題 今集的經濟浪漢世界就差不多 兩個星期後再跟大家見面 好的 多謝各位網友支持 拜拜 拜拜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跡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願意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